全油管最快新闻,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,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、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会上宣布,自今年8月份起,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。 此局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,更准确地反映就业情况。 统计局将深入研究,并邀请社会各界提出意见,共同推动统计工作的不断完善。 这一决定受到广泛关注,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,统计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。 针对青年人在校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等问题,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界定。 统计数据对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、就业政策等具有重要作用,因此完善统计工作至关重要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